老天,你看,这果挺均匀的,你看 今天是这个可以 又甜这家的 这家甜,装好了,不大不小 这个果子又黄又漂亮 今天一大早就跟光头强,来昨天开火老板果园里面来摘果 摘果还是比较漂亮的 今天先摘个30千斤吧 等发完了,到时候再过来摘 这果确实很漂亮 快进了啊 嗯,进去 老姨注意点了,等下散的药了就哪个了 我怎么 我怎么 哈哈哈哈 不是,老姨这点是奶的筋都用出来了 是奶的筋都弄出来了 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啊 刚才扛了一袋,要一点筋了,现在不该扛了 等下,这个一发住了 刚刚我跟光头强到那边拉了几百斤先回来打包 现在包已经打好了,等货车回来拉货 等下这边弄好以后,我们再去那个,再去那边,再去拉 那边还有几千斤没拉回来 放车了,老板来收货来了 早上就吃了一碗稀饭 中午都整个了,下一碗没得吃啊 嗯 嗯 很香 这个是野葱 炒鸡蛋很好吃的 嗯 很香很香的 这个果园里面已经摘完了啊 你看 这个青的,我让它不要摘 就摘黄的 摘的可以 摘的可以啊 那个小的就不摘了 小心点 这些树都是被干过的 老板就没摘 我跟他说过了 这个老板还是挺地道的,我跟你说 有的老板 你买他的橘子啊 他给人家大小全部给你摘了 轻的也给你摘了 哎 所以我还是喜欢 和这样的老板合作啊 我们也不要费心 我也不要再守在这边 我今天就是上午在那那几百斤 我守在这边 后面我也不守在这边 人家就给我摘好了 而且这个小果庆果都没跟我摘 这是摘好的有多少袋啊 一袋 2袋 3袋 4袋 5袋 6袋 7袋 8袋 9袋 10袋 14袋 下面就是16袋 这个老板本来是计划 这里有个摘完的话有个2-3000斤 结果就摘了1000多斤 后来他一跑到另外一个果园里面就摘了 我们现在去那边看一下 那个果园的果我还没去看过呢 嗯 我们去尝一下看天不天 和这边是不是一样的 对对对 这个井河挺大的 比鸭蛋大多了 这个还轻 像鹅一样 这一个黄一点 我尝一个好了 尝一个 甜不甜 不甜 我把酸 这个牛瓜 不是井红 吃一下这个嘴皮 感觉那个好像 你看错了我跟你说 我嘴翻牙齿都翻 看错了看成井红了 牙齿都酸糊了 我一看就不像井红 井红不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搞一个进去水分是挺好的 你尿一口 我走 information 咋了 发抖了 鸭子都糊了 这就是一个 这在这里 这一片都是它家的 它在这里差的好几万斤 尝尝甜不甜 说的话 我让 超个 那几个几个可能要好 还是这么长 好 嗯 嗯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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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没差不多吧 它没什么水分差不多 这个水分还助一点 摩托敲个大厦里快下了 嗯 甜嘛,很甜嘛,是吧 你看看,这个鸽头 这个鸽头可以的 这个是小鸽头的,你看 这个鸽头可以 你这就像偷橙子巾啊 趴在那下面 那些说矮也没办法 放它给你扛下去啊 我真的扛不动 加油 你小心点不要等它滚下去了 我跟你说啊 你的屁股对这边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 加油 好 逛这边还是很厉害的啊 我上年纪了啊 就少背一点,背不动 再加上我这个鞋啊 运动鞋很滑的 哎 哎 哦 它从这里下 嗯 呀 用力气啊 用力气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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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搞了将近三千斤吧 本来说是 呃 摘四五千斤的 结果那个不好摘 都是挑着摘的 像摘黄的 青的那些都不摘的 所以说摘的不多 搞了将近三千斤吧 忘了个 先跟着那个车回去了 哎呀 搞的真的是比较累啊